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围棋板田柔南先生的他的一个很成名的一本书 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呢 就是包括我个人吧 我也经常是这样去反思 我觉得围棋当中啊 最难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中盘了 相对来说因为布局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参考点可以学习 可以学习一些定式 可以学习一些布局套路等等的 那关子的时候呢 进入到后半盘关子阶段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大的方面已经都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计算 通过学习这个关子的大小等等的判断方式 我们去找到这个方向 但围棋中盘的时候呢 往往是最容易迷失方向的 就拿我自己本人来说 我一下到中盘的时候 经常就出现几个矛盾 我就比较困惑 第一个是我这个时候该进攻还是该防守呢 头就很疼 然后我该这个 是把旗下厚呢 还是该违控呢 该占领地盘呢 这也是极大的困惑 所以说在中盘阶段呢 我觉得可能是围棋里面最难的一个部分了 中盘阶段里面 他又分很多的这个细分啊 比如说攻击啊 防守啊 对杀 做活啊 倾销啊 打入啊 或者是违控啊 等等 这其中最最让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呢 就是进攻 就是攻击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攻击呢 我自己经常犯的几个错误啊 跟大家先首先分享一下 第一个错误就是说 我经常担心 如果攻得很急躁的话呢 别人的一块看似不活的一块棋 走着走着就被我给攻活了 我记得马小春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趣 他说他叫不杀不活 一杀先手活 这他当然是一句玩笑了 但是就是形容这个进攻是非常难的 你搞不好就要落一个后手 落个后手什么都没走着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我自己下棋的时候 我也经常会出现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 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呢 经常就是说 别人一块棋看上去很薄 或者说是很弱 是可以进攻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进攻 这个着力点该从哪去走 不知道 然后这时候就害怕 当时刚才出现的那个场景 如果我攻着攻着 把他攻活了怎么办 不杀不活 一杀先手活怎么办 算了我还是等等吧 放着 先放着 但是这个放着也是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棋局的演化 因为棋你还是要下的 你放着不能说是我不下棋了 那不行 你放着你得下别的地 是吧 随着双方棋局的进展 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的会形成什么 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你刚才看上去 人家薄弱的棋 随着棋局的进程 它慢慢变得变强了 或者说慢慢的你错过了这个进攻的时机之后 你再也没有机会去对他展开进攻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很为难 这个攻也不是 等着也不是 两头为难 那板田先生呢 他有一个绰号 叫做剃刀板田 就是形容他的骑士非常的犀利 我记得他当年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 就是有一段时间啊 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0年左右期间 他是称霸奇谈 打遍天下无敌手 靠的就是他的这个剃刀一般的这个犀利的这么一个武功 他是尤其擅长进攻和制孤 就是在中盘阶段是板田先生最强的 那他自己也经常说 他说 往往呢 他说我的官子不好 他说我手官很差 别人就问他 那为什么呀 说你这个大高手 这个天下无敌的大高手 怎么会 官子会差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后面李长浩先生啊 也好 包括现在的这些年轻棋手 柯杰等等的 这都是官子功夫 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那为什么当时板田先生会说出 他的官子很差 说出这句话呢 后来他还有后半句 他说因为呢 我经常下不到官子 他说我下棋经常下不到官子 因为在中盘的时候呢 我一发力就建立了巨大优势 就跟官子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大师他棋风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棋是非常的犀利的 经常是在前半盘就解决战斗 就有点像这个拳击比赛中 他都是这个不计点胜 击倒对手获胜 经常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所以说板田先生对于进攻来说 是尤为的拿手 那这本书呢 也是他一生中的精华 就是他智慧的精华 去描写 去展示他对于 进攻这个领域的 读到的理解 我想呢 我再说多少也没有用 就是我们还是得进入到 他的这个具体的实战的案例 我们来去一起分析 一起学习 也非常感谢有这么个机会 然后我跟大家一块 我们一道去学习这个大师的智慧 去一起去领会 一起去品位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同时我觉得也是一起的欣赏 这对我来说呢 就是每看 每次看板田先生的棋 都是一次这个 很愉悦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享受 真的是太美了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咱们进入棋局 好 大家看这是第一个棋行片段 那么这盘棋呢 刚刚布局结束 马上进入到中盘阶段 板田先生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他就要展开进攻了 我们来看啊 白棋 是这个 这盘棋是黑棋是板田先生 白棋是吴兴元先生 那么 吴大师毫无疑问 也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啊 这是 当年也是这个 称霸棋谈的 应该说他跟板田先生不是一个时代 但是 也比较接近 吴先生要比板田 板田荣男先生呢 要早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们两个年龄上也差的不太多 大概差个六岁左右 我印象中是差六岁 那么也差了半个时代吧 应该说是 吴全元先生的时代之后呢 就是板田先生的时代 所以说这两个人也都是棋界里面的 这个绝对的大咖呀 绝对的大师 好 我们还是看这个 继续回到进攻的话题 黑棋现在 逼住 想进攻白棋呢 这步棋呢 毫无疑问是致死一手 接下来白棋也逼住 当然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大师来说呢 其实 也不太存在那么界限分明的进攻与防守 进攻就是防守 防守就是进攻 我们看黑棋进来的时候呢 对于吴先生来说呢 他认为黑棋这颗棋子是他进攻的目标 这是我眼中的兔子 但是对于板田先生来说呢 这三颗白棋是他的猎物 这是双方都是一种很积极的一种 这个展开进攻的姿态 所以这是形成对攻的姿态 黑棋下一步跳 阻渡 阻止白棋联络 这个是致死一手 接下来白棋 吴先生这个展示才华的一步啊 清零的大飞 这步棋落在棋盘上呢 就是给我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啊 我觉得就是天才棋手 或者说这种大师就是不一样 那普通来说 像我这种棋感来说呢 就是觉得 堂堂正正的跳出来不是蛮好吗 但是这个跳呢 这显然是很无趣的一步 这样黑棋也给你跳出来 这白棋无论跳多少 我们看啊 黑棋这颗棋子的位置都特别好 你跳多少 这都没有用 对黑棋这边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黑棋这边跳多了之后呢 对这边 无论这边将来发生作战也好 还是黑棋打入也好 都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 他是吴大师 是绝对不是像我们这种 凡夫俗子一样的 就是只会简单的跳 他是选择了这个清零的大飞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下一步该如何进攻 接下来黑棋该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说气势汹汹的 黑棋逼住白棋了 那么现在白棋 清零的一出头 吴大师这个才华 给你在棋盘上一表现出来之后 接下来你有没有办法去继续贯彻这个进攻的意图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局面下的一个难点了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大概有几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 我们先说最不可取的思路就是在底下走 这个叫做地躺拳 或者叫做地沟流 就是在底下行棋 那么这个为什么不好 这个其实不用过多解释 因为如果下这一步我们今天讲的是智孤 或者讲的是做活 讲的是逃跑 那么这步棋我可以给打满分 还是不错的 跑的还是像不像样的 自己往家跑 知道哪离家近 哪条路离家近 那么这是可以说它是逃跑的一步好棋 但是今天咱们谈论的主题不是逃跑 我们要学习的是进攻 黑棋的目的也是进攻 黑棋这步棋逼也好 跳也好 它的目标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去做活 打入 这不是它的目的 所以说这步棋首先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目标不清晰 方向错误 这是它的不可取的之处 所以我们就不对它进行过多的评价了 这肯定是不再不入板田先生的法眼 不入剃刀的法眼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比较不错的一步棋就是这个 跳 堂堂正正的一步棋 如果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棋手来说 能下出这步棋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应该是给予鼓励和表扬的 比如说要我下的话 我可能第一感就会想跳出来 不错哦 堂堂正正的 自己逃跑同时也威胁着白棋 这不是联手代工吗 是不是 这不是很教科书一样的好棋吗 但如果你下这的话 白棋下一步跳在这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要点 如果白棋跳在这的话 黑棋会非常的痛苦 这也是吴先生 就是吴大师刚才这个大飞 这步棋 它的一个很妙的地方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后续手段 跳在这 如果黑棋不走 那么被白棋贴下来 这个黑棋就没法看了 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不仅做活 不仅加后 同时把黑棋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脚步 这么一个局部的范畴里面 就是这样白棋如果是做活 或者说是制孤 或者说是出头等等的这些术语 就是说加强防守的时候 如果能够下出这样的效率的话 我们下围棋要讲效率 就是说防守的同时能够把对方完全限制起来的话 那就是没有比这个更舒服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个肯定黑棋不能忍受的 但你如果跟着他下 比如说贴吧 白棋长 然后你跟着白棋下 那这个数是应该说是更难受 因为什么呢 因为黑棋无论走多少 黑棋都是很局限的 自己 自己这个应该说怎么 为一点点空而已 那白棋通过这个压迫黑棋呢 顺势的把自己下后 你看 白棋这看上去一步棋 逼迫你跟着他走 其实他一二三走了三步 而黑棋只得了这么一点点的实地 所以说这个黑棋也是不能忍受的 换句话说 如果被白棋跳到这 那么可以说呢 黑棋就再也没有办法进攻白棋了 就是无力进攻了 应该说是这个要点被白棋占据之后呢 你是拖先也不是 跟着下也不对 就已经没有 局部已经没有好齐下了 好 所以说如果简单的跳出来呢 也不是最好的下法 那么肯定也 这毫无疑问 这也不是我们板田先生 他的思维当中的一步棋了 就是这步棋当然也 也不入他的法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跳这个 请大家仔细品味一下这步跳 这步跳呢 在很多时候 很多场合之下呢 这是不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 首先他没围绕空 就这步跳呢 你还如果从单纯存围空的角度 还不如走这个 他这步棋没有木 第二个呢 他这个跟白棋交换 叫做里外的交换 然后接下来你还得走 还得长 所以这两步棋看上去啊 是步调很慢很慢的 很容易落空的一种下法 但实际上呢 这两步棋叫做 这个 就是可以用一个形容词 叫做蓄力啊 它在蓄力的一种下法 这是最好的进攻的手段 请大家品味一下 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跳一个的时候呢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才讲的 他很直接 如果不跳 白棋跳在这儿 你就没有办法进攻了 没有任何的办法 再继续下去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呢 他第一个目标是破坏了 白棋的形成好形 达成这个堡垒 这么一个机会 他把白棋的棋型破坏掉了 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刚才看 如果你没有这个子的话 被白棋当头一震 那黑棋这两个棋子 是变得非常的局促 因为你在这边是没有方向 如果尖的话呢 白棋可以尖住 这样的黑棋是没有出头的方向 但是他有了这个棋子之后 情况不一样了 如果你在这 还一尖 这个时候白棋发现不对 你如果在尖的话 这个子刚好发挥作用 可以冲过来 所以说白棋呢 就没有办法进攻黑棋 如果白棋实战贴 那么黑棋长 同样的 这个阵的话呢 黑棋还是可以进 白棋依然是没有 没有好形啊 就是局部没有形 这是不行的 这样白棋不行 所以说呢 他第二个目的叫什么呢 叫做以攻为首 就是白 他破坏了白棋的 这个棋型之后 破坏了白棋的眼位之后 破坏了白棋的结构之后 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白棋没有办法 就黑棋进行 有效的进攻了 这个双方的强弱 都是在互相的 这个转化 互相的对比当中 不断的演化的 所以说呢 此消彼长 把自己变强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别人变弱 相对来说啊 就是将别人的棋型变弱 所以说 这步棋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加强自身 有了这两步之后 白棋没有办法 对黑棋进行进攻 第三个 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走 那黑棋将来这一飞 这步棋非常的大 这步棋呢 首先这一走之后 黑棋自身 这两个棋子 就已经完全联络了 就不成问题了 白棋就断不开黑棋了 同时呢 这两个棋子 可以说 如果黑棋想吃的话 这两个棋子也在 黑棋的 已经在黑棋的腹中了 如果黑棋要联络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棋子呢 还掉在那 他还 黑棋随时可以去吃掉它 所以说 黑棋走了这两步之后呢 制造出了一个 非常 大的一个大厂 就是走在这飞 制造出了一步大棋 这个时候 吴大师也很 也很为难 就是棋型被别人破坏了 意图被别人识破了 之后怎么办呢 实战白棋呢 是选择肩 这步棋同样也是一共为首 像这些棋呢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单纯的防守 已经没有办法 已经没有什么好棋可以下了 所以说 他实战呢 白棋也选择把黑棋分段 但这个时候 黑棋在跳 由于有了这两手的交换 白棋局部 已经没有办法整形了 像刚才这个 跳的这个好点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走了这两步之后呢 白棋只好被动的 去跳在这儿去防守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实战 他是打入 这个都是非常积极的下法 这个我们就不做 过深的去探讨了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 黑棋这两步棋是 极大的破坏了白棋的棋型 破坏了白棋的眼位 让白棋呢 处于一种很被动的 这么一种姿态 那也是由于有了 这两步棋之后呢 黑棋在局部的作战 已经完全争取到了 这么一个主导权 可以说这两步是 这个非常犀利的 看似简单 却非常犀利的 一种这个 一种刺刀 直刺对方心脏的一种 这种方式的进攻 很值得我们学习 哎呀 看了这两步之后 我是非常的感动 我是觉得 就是自己在进攻的时候 如果要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 随时都有这样的奇感 我相信应该是一件很 这个让自己很愉快的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想进攻 这件事情 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困难了 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可以驾驭的 可以掌握的 好的 那么今天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